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子焦罕见在个人脸书 动怒 贴出抗议文 内容写到 一直以来的笔羹 从周刊月刊即刊专栏 一直没断过 我爱文字 爱撰写 我爱分享 爱纸本 但时代不一样 我一直都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继续 带孩子后 我更忙 却又割舍不下来 今天 我真的傻眼 刚好傍晚很有空看他线上版的文 和我电脑里的档 除了标题被改 文字更大幅删减 没有事先告知我 黄子焦无法理解地写道 是我写得不好吗 接着 也把原始文章级标题发出来 并表示 自己也办过杂志 有时为了版面更好看 或是字数的统一 也会更改标题 但至少也该告知 或直接告诉字数 他怒气表示 我真的要抗议 最后 黄子焦心灰一冷表示 如果不爱我的文 我就再次请辞了 黄子焦认为 决定每篇原文全部放在留言区 当作没走这一招 并恳求杂志下架不完整专栏 表示咱们好聚好散吧 对此天下杂志 稍早前发文道歉 表示因内部窗口一动 导致未按照内部标准程序 在初刊前 与黄子焦进行讨论 在此致歉 也感谢黄子焦 这四年来 在杂志分享其收藏 带给读者丰富的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